有請蔣部長 請部長 楊委員長 在談一些私教之前 我想本期還是要確認一個問題 上次在談特教的時候 有一個數據 高中職 特教學生 身上學生的教師 您上次一直講說 一比八 我根據教育部的 一百年的年度教育資料統計 是一比二十一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想應該是一比八 這個數字會比較正確的 我們有十一萬多的學生 我看那個數據是我們有一萬 十幾萬 十幾萬 十一萬五千左右 十一萬五千左右 大概有一千一萬多 身上的高中職 高中職我們有 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三 教師有八百三十八 所以是一比二十一 我是根據你們的資料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詳細的 我想我們的數字確實是一比八 可是我想這個總表 為什麼會變成您剛才拿到這個數字 我們馬上在今天會後就提供給 提供給您辦公室 因為我分析給您聽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中小學這邊 可能學生大概八人 大概一到兩位 我是說高中職 對我知道 其實高中職 可是早上你們今天 還給我個數字是一比十五 沒有這個一比八這個數字應該是最接近實際的狀況 可是我想我要請他們 我要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要從一些數字 去顯現一些實際的狀況 然後我們怎麼樣能夠從這個數據 來改善我們對身上這些朋友 這些學生 如何做好的輔導跟引導 是 那早上 早上我得到你們交易部 給我回的消息是一比十五 說資料可能有一點問題 這是中部辦公室給我的資料 好 我現在 我要 部長 部長我要提醒這一點 就是說你這個可能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的幕僚啊 你的幕僚 從上次我執行到現在 一變再變 到早上我要來執行之前 給我們的答案是一比十五 說數據有問題 好 我要提醒的 事實上我上次要提這樣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實際的數字 去看一些現象 由這些現象 我們來做一個政策上的修正真改善 是 我想這一點啊 會後啊 我希望說你們就這個 好 身上教師相關我們身上 特殊教育這個部分 給我一些詳細的資料 我把它全面分析清楚 在特教學校 在資源班 在集中 因為部長 你如果說你講的數字 在這裡還肯定是這樣 跟實際有 那麼 假設像今天 今天早上講 等於是兩倍的落差 是是是 那麼這樣子是很不好的現象 我希望說你的幕僚也要特別注意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想這個數字應該 我的數字應該是基本是 比較跟事實接近的 是 可是為什麼會呈現成 剛才那樣的一個方式 我請他們全民清楚的分析 我自己看後這個報告以後 趕快來給委員 因為我今天 今天你有看到這個嗎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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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n 五 是 我 然後 學生都應該客製化的有一套對他的specific design for這個學生的 因為事實上在可能某一部分他是弱的 可是他應該有他的 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他生存之道 有他特殊上天付給他的一些 同意 完全同意 有一些面向的一些優點 我們應該來幫助他們 同意 完全同意 那麼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想事後您要把這詳細資料再給我辦公室一下 第二個就是我想關心一下 我們現在私校的這些教職員工 基本上已經是我們明定他要加入公保 那麼我不知道這一部分的進度 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應該是說我們的法應該相關的規範應該進入在立法院了 現在我們已經通過 所以你們要推出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在談私校 當然我們現在未來是在十二連國教 他的公共性的問題 但事實上私校的這些教職員工啊 他們真的有時候也算是弱勢啊 所以在這個聯金的部分 他們等於是聯金的孤兒 特別像我們假如公立學校的這些教職員工 可能沒有所謂失業的問題啊 但是私校的這些教職員工是有失業的問題 對 所以在公保轉勞保的機制方面 在回扣保費給付利啊 我希望這區塊 雖然已經進入法的 對 我們已經 已經送進大院了 我希望這個進度你們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區塊啊 對我們接下來是希望說私校 再配合我們一百零三年的 這個十二連國教的這個一個制度之下 對 他們的整個教職員工的這個潛力 我們也希望說你們特別重視 梁耀元我跟你簡單說明一下 當然這個基本這個規範已經透過這個 考試院跟行政院已經會閒 已經送進立法院了啊 這部分要做 那當然最近我們有一個小組又開始從 整個從年金的角度啊 進一步的還會有一些探討 那還會再做一些處理 這兩個之間 跟政府整個年金的這個改革的這個作為啊 可能會進一步 不過我們原來這個 已經會閒已經送進的那部分 我們當然是先往前走 本席在這裡要提醒的就是說 因為剛好現在整個我們國家的年金制度 都在 都在 都在研究當中啊 對 那麼在私校的這些教職員工 之前本來就是一個 等於講是孤兒啊 所以在這個區塊啊 在這一次的總檢討當中啊 你們要特別注意這個 對 把這個也要放進去 已經有作為的 我們持續做 新的要加進來的 中統中體在整個考量的 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 那當然因為接下來 整個私校公共性的問題 大家也討論了很久 對 我相信 包括就是說 現在我們 部裡面 規劃的就是說 為了就是說 他們接受 這個我們 交易部的一個補助 現在如果說 接受這樣補助 在目前的這個 私校的部分 大概有多少比例 達到我們 達到我們這個 達到我們現在規範 一億的話 我們去試算啊 就是未來如果 12年國教 就是啟動了以後啊 大概會有三分之一的學校 六十幾所 六十七所左右 達到這樣一個標準 三分之一的學校 所以我們 當然本席是支持啊 就是說你設一個 所謂公益監察人啊 因為勢必 因為他現在 拿到國家的這樣一個補助 特別是 學費的部分嘛 都已經 私立的 學生 跟這個 我們這個 公立的學校的學生 補助的是一樣嘛 對不對 他因為學費 畢竟就是納稅人的錢去 去 所以我想用公益監察人 這樣一個角度去啊 也能夠